神聪 徐 父 乙 无 路 留 而 活 名 于 以 俊 11月7日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辛一行访问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校长龚崎黄在活动开始时首先致欢迎词 自20世纪80年代起 一批又一批马来西亚学子来到北大学习 目前再读的马来西亚学生有240多人 是我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之一 分布在人文 社科 理工 医学等各学科领域 至今已有近千名马来西亚学生从北大毕业 他们活跃在两国各行业各领域中 成为中马友好的使者和两国发展进步的建设者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纪中马友好年 我相信两国在教育文化领域的深入合作 必将收获更加丰富的交流成果 随后安瓦尔·易卜拉辛在现场发表演讲 并与现场学生进行了交流互动 安瓦尔·易卜拉辛在发言时表示 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双方正密切合作 马来西亚可以从中国学习很多经验 在选择建立交流互动中 西亚和中国是专业务力量 近年来 中马双方在文旅 经贸 教育等多领域开展了深入合作 活动间隙 在中国学习的马来西亚留学生 向记者分享了自己在两地学习生活的见闻 都带来了很大的提升 目前我国的铁路 而且大部分的新市的那种青块铁 都是由中资在那边隔资筹建的 以前市中心的通勤是要一个小时左右 目前的话是已经缩短了一半以上